我們要介紹的是 硬體描述語言 首先先介紹一下 Vlog簡介 Vlog就是一個硬體描述語言 1984年是Gate Red公司發展出來的 這是它的設計流程 這個是一個簡單的 這個我們之前都已經自己教過的 一個簡單的Vlog的程式架構 就是Module 這個名稱通常我藉這個機會 也跟各位同學提醒一下 以後你在寫程式的話 你建那個project的時候 你這個名稱就要跟你程式的名稱要一樣 如果沒有一樣的話 你應該有經驗 你在寫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你錯誤的時候 我如果沒有跟你講的話 你會一直找不出錯誤 也就是你當初在建那個project 你練習過的時候 你在建這個project的時候 你訂的名稱如果是E1的話 這邊一定要檔上E1 你檔不同名稱的話 你就錯誤會一大堆 是不是 你應該有經驗的 這等等的話 我們今天也練習到這個register 那底下就是程式的一些敘述 那整個程式結束的話 就是用end module來當結束 那整個程式的註證這個過程 好 往下 這個是例子 這個我們練習過 我們不用再看 往下 那這個是程式的寫法 每次的結束的話 每次的結束的話 一定是要用分號來結束 好 OK 那這是關鍵字 關鍵字的話 跟識別字不一樣 關鍵字的話 比如說我們今天交了哪些關鍵字 always 那你在always這個字的話 你就不能再額外 在其他用途用 往下 那識別字的話 自己命名 然後命名有它的規定 第一個一定要用文字母 底下有一些它的規定 這個參閱 往下 這個Mardule的 這個Mardule剛才講過了 好 這個也往下 這個往下 好 這個我們今天主要重點 我們今天有跟各位同學講過了 這個硬體描述語言的話 那個通常我們從開選到現在 我們交的就是主要註冊三個方式 第一個是gap label gap label的話就是用end or這種去描述 第二個在我們的那個 第五章的話 還有介紹 data flow label 就是用一些運算子 但是這個 這兩種的話 通常就是用在 組合邏輯電路 那我們今天的話 就是剛教過的 就是用那個行為程式 也就是說它適用在 除了組合邏輯之外 還有用在那個 那個循序邏輯 那我們今天請各位同學 要做的例子裡面 就有用到的那個正邊演觸發 互邊演觸發 那因此你往後的話 循序邏輯電路一定要用到這一個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交到了那個 一定的敘述 那我們下次的話 我們要交那個case 還有回圈 或者回圈 那我們今天用那個 第六章的內容 各位同學都會交到 第六章的討論在裡面 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交的內容 行為程式的那個敘述 我們主要去交always這個敘述 還有交的 imales的敘述 好 那各位同學看一下 那這個always的那個 這個敘述 你大概要知道一下它的架構 大概寫法是這樣子 always 然後四間一 四間二 四間三 那裡面的要 不管你是要正邊演觸發 互邊演觸發 你就從這個來用 那整個程式的話 如果你的敘述好多的話 你就用begin end來結束 那那個 如果這一個 你就是不用begin end 好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戶籍一下 剛才講過的 主要就是 這個是正邊演觸發 這個是負邊演觸發 好 那時間夠了 那你就用